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速基隆捷运的进程 那我们就表达说 我们非常重视捷运的每一分进度 所以尽量如果这些会议能参加的话 我一定要自己参加 就是说我们会建议说 因为这个是跨三个直辖縣市 包括新北台北基隆 所以我希望在谈的时候 能够三个直辖縣市一起谈 像今天跟我们基隆谈 也许改天又要跟新北谈 那又要跟台北谈 这样子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舟车劳顿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 大家都要经过自己的路廊 有的要时间 有的要征收 有的要连开 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资讯对齐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一直以来我们目前还没有 铁道局跟我们三个直辖縣市 大家一起谈 一起谈真的会比较有效率 各别地方政府的事情是各别 我们在原来安排上各别处理 那今天主要是讨论这个 是属于基隆相关的事情 那将来如果涉及到跨雪市这种问题 市长会找三个 三个这个 三个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是针对基隆的问题 在做讨论 由于铁道局召开的捷运推动会议 过程中不开放媒体采访 因此市长也在会议中 先接受媒体联访 没有 非常感谢五局长 跟他们都有聆听我们的需求 我们在里面有跟他们讲到 就是说 交通部一直认为我们有42亿的这种开发利益 但其实只有21亿是属于捷运开发区 潜力开发区的这个部分 是完全未来很多未知的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都要等 这个捷运整个盖好以后才有可能 而在捷运盖的这个过程中 本府的负担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有跟他们说了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这样 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有分工 我先把最主要的问题 跟大家厘清 然后之后副市长跟秘书长 跟我们团队有四个局处首长 会分别就他们的业务再 把他们沟通清楚这样好不好 会后结论 市长谢国良 请铁道局持续向交通部 及行政院反映 能考量基隆市府的财政困境 延长市府还款周期 而基隆捷运推动进度 铁道局回应 预计4月底将修正的环评报告书 提送环境影响评估大会 另外也规划于4月底至5月初 办理地方工厅会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市府相关单位 全力配合铁道局 办理后续的工厅会 及环评审查事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市长谢国良规划 从安乐区到巴独火车站的 免费接驳公车 便利上班通勤族到巴独 转乘台铁直达车 事办到现在成效良好 市府交通处表示 免费接驳公车将延长 事办到6月30号 欢迎通勤族多加利用 市长谢国良日前规划的这班 从安乐区开往巴独火车站的 免费接驳公车 无缝接轨通勤族到巴独 转乘台铁直达车109次自强号 事办成效良好 市府交通处表示 将继续提供免费接驳 延长事办到6月30号 这个安乐到巴独的 这个直达工作呢 是为了疏解国道客运 然后再迈进路沿线 然后后车的人潮 所以我们特地呢 就是开辟了这一条路线 然后从国家新车 一直到巴独车站 然后早上总共开两班 一般是7.5分 从国家新城开 一般是7.15分 从国家新城开 那大概是20分钟的时间 就会抵达到巴独车站 那目前的施办成效部分 每天大概都会有20几人次搭乘 所以目前实施至今 几天来已经有差不多 100多人次搭乘 那目前成效良好 大家就可以多加着利用 这样的转程的机制 那接下来的话 就会预计会延续 施办到6月30号 那后来为了考量 沿线的居民的需求 还有国家新城 有表示说 也有前往巴独车站 转成台铁的需求 所以我们呢 在25号的时候 已经延始到了 这一个国家新城 那从国家新城 发车后的话 主要会停靠 到乐立三街 富佑中心 然后长庚医院等站 那坚持民众来多加利用 那未来的话 就是在基隆 台北 新北和桃园 四个市政府有合作 在7月1号起 然后会推动 一二零零定期票的政策 那之后这个定期票的话 可以搭台铁 国道客运 还有基隆市公车 所以大家都可以利用 这一个一二零零的月票 然后呢 就可以通行到台北 然后加花一千两百块 交通处也指出 预计7月上路的一二零零 定期月票 也有助于鼓励民众 转乘台铁 欢迎通勤族 多加利用这般安乐区 到巴独火车站的 免费接驳公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最近一天与陆华意外频传 台六十二快速道路 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 警方调查三人中 有一人酒测值1.2 案件还要深入调查 一辆黑色休旅车 打横停在路中间 休旅车车后部分被撞烂 后保杆掉在地上 驾驶座和乘客车门都严重变形 车体结构已经裸露在外 撞击力道之大 连车内东西都喷飞一地 快速道路车道旁及边坡上 全都是休旅车上喷飞出来的物品 还有喷飞轮胎 二十八号清晨四点半 金融台二线万瑞快速道路中 中正路往上澳坑方向 约1.5公里处 黑色休旅车 不明原因 自撞忽然之后 翻滚好几圈 村内三人当场 抛飞车外 警方到场时 一人明前死亡 两人送医 目前对于造势原因 算在离行中 警消道场 车内一名男子 倒卧在快速道路边坡上 明显死亡 随后在道路上 发现失去医师的女性女子 最后则是在水沟发现 书姓男子 但惊吓过度 无法言语 这起车祸 车上总计三人 两男一女 一人死亡 一人昏迷 另一名受伤男子 遗失亲属 送医抽血 换算酒册 夫妻值1.2 不过当时 到底是谁开的车 警方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金融酬进公园 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意外 一位民众简实被累 不慎被海浪冲进寒洞 腿部受伤 没办法爬出 刚好有一对夫妻 听到人口盖下方 传出呼救声 赶紧打119 请求协助 经过消防队援进入洞内 将骨折男子送出 结束受困5小时的惊魂祭 警方消防人员 一群人围在人口盖上 对着人口盖下方的受困者 不断的喊话 现在你爬回去 可以不可以爬回去 原来的地方 我们在洞口等你可以吗 消防队透过仪器 发现寒洞真的有人 不过这下子问题来了 男子受困寒洞深处 距离出口有40公尺 身上还有受伤 消防队员全副武装 爬进寒洞 先跟受困男子会合 男子一时清楚 还能够对话 但又有脚骨折 没有办法独自爬出 消防队员全员出洞 用绳索协助吊挂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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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消防队员背着受困男子 出了寒洞 一旁银盲准备 常备板跟毛巾 把人吊上岸 他的东西 这是他的东西 对他的东西 他东西 他这里有证件吗 我们还没看 你真正是这些 仙虎的老弟子还是这些 对 事发地点在基隆朝靖公园 一对夫妻散步时 突然听到人口盖 传出了求救声 就在寒洞内真的有人 请求消防队救援 最后是从其他下水道进去 把人救出来 有一个民众 包含说有一个男士受坑在下水道 今天我们消防人员到现场搜寻 发现一名男子 从曹靖公园的外防波堤跌打 然后钻进下水道 卡在下水道中间 无法动弹 右脚骨折 那我们消防人员 循着下水道进去将人员救出 那患者以生命增降 都预示都清楚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我们用了 你直接把他 用KED加成组把它拖拉出来 慢慢拖出来 对 慢慢拖出来 那 寒洞的深度大概有40公斤 困难度 因为狭角空间 加上患者的右脚疼痛 有骨折现象 所以说 救援蛮困难的 但是通常都排除困难 警方调查 社会男子是 警方调查 社会男子是66岁的郭先生 原本到重庆公园 岸边捡食贝类 却突然涨潮 被海水冲进寒洞中 右腿受伤动不了 直到有人经过 听到他的求救声 前后历经五个小时 终于获救 记者 黄绍明 吉永报导 鼓励长者终身学习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引进艺术课程 邀请35道剧团进班 除了分享创作理念外 也带着长辈们 舞动肢体 透过舞蹈和自己对话 很难想象 不到两个小时 这一群银法姐姐们 可以舞动两首曲目 五号一起派对 动了就知道自己不是老骨头 舞出自己的人生 大家都一起来吧 加油 舞蹈之美 孕于源源不绝的生命力 静下心来 透过舞动 跟自己对话 有点惆怅 但是同时又暖暖的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邀请35道剧团 从跳舞 观舞 到永叹 一步步发掘美人内心深处的舞运 这个交流 除了有肢体的部分 也有观赏的部分 那肢体的部分 其实呢 其实就是跟大家动动身体 那我们刚刚的效果还不错 大家就是这里酸 然后会流汗 其实流汗的感觉很舒服 然后影片的部分 因为我们带来的是 就是跨世代的作品 不亦察觉的探戏2.0 所以说跟现场的姐姐们 其实是很相关的 那我们也是特地为这个活动 来安排这个作品 那我希望呢 引进这个舞蹈啦 艺术啦 让这些热林主呢 能够来参与 然后认识 怎么样去欣赏一个舞剧 然后呢 肢体也可以动一动 让他们呢很开心 那刚刚呢 有很多的这个热林主 他们有分享 看到这个舞蹈 又有一些分享 很多的感动 与生命连结 打开五感 不只追求健康 还要活跃老化 热林开日赏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谢谢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季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阿蕙阿 頭前是怎样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 开始要改建了阿 蛤 为什麽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阿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花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趕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这样也更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热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残拜喔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市议员张炳君致赠3600颗鸡蛋 给基隆市圣友协会 由协会自行分配给300多位会员们 为大家补充营养 代表收下基隆市议员张炳君致赠的鸡蛋 基隆市圣友协会前后任理事长以及总干事 又开心又感激 因为这阵子遇到蛋荒 鸡蛋不好买 对于洗肾完后 急需要补充营养的圣友们来说 雪上加霜 因此能够收到这批爱心鸡蛋 真的是枯木逢春 因为鸡蛋每次洗完我们的蛋白质 洗肾的病人蛋白质流失都很多 那有时候因为有些病人 他本身对肉类他本身没办法吸收 那鸡蛋的蛋白它是最好的吸收的一种蛋白 所以他们有时候洗完肾都是要 要吃一个或两个 甚至好几个的鸡蛋 他们就是要补充营养 所以我们今天接收到鸡蛋 我们就感觉很震惊 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就跟那个圣友病人 跟他联络的时候 他们都感到如中的感谢 因为叫他们自己去排 他们没有这个体力去排 而且也买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对我们 表示即时宜 市议员张炳君表示 制证3600颗鸡蛋给基隆市圣友协会 由协会自行分配给300多位会员们 就是希望为大家补充营养 炳君心中一直都有记者 就是我们其实洗肾的患者 他们是需要鸡蛋的 所以我这边也再次成功了 每一盒的我们大概3600颗的鸡蛋 想要赠送给我们基隆市 我们圣友协会所有的会员 也希望提供这些的鸡蛋 让他们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 让他们继续游泳健康的人生 那我也会继续来 持续来为我们社会的弱势 或是有需要的民众 来去努力来去打拼 张炳君强调照顾弱势团体和朋友 是他这次震弹活动的主要目的 未来他也会持续努力 争取更多资源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朋友们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多年来推动机车烤灼前的 免费练习场 最近获得市议员林敏勋的响应 一起到暖暖区东暖新春一带 寻找闲置公有地 推动设置机车烤灼的练习场地 循着地上隐约划设的路线练习骑机车 透过不断练习 对于通过正式机车烤灼就大有机会 因此如果可以有适当免费的场地 作为机车烤灼前的练习场 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 当然啦 去年是因为没有 现在是这样子有了很方便 下班以后也可以过来练习 而且还省了一笔费用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多年来 一直在推动这件事 最近也获得前几年也在推动这件事情的 市议员林敏勋的响应 一起到暖暖区东暖新春一带 寻找闲置公有地 推动设置机车烤灼练习场地 暖暖区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责定在属于 港湾公司土地的惠民新春 或者是东南新春 折一个地点来做办理 那后续我们会向监体站来做一个申请 那也会希望说中央单位 因为这个地是港湾公司的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由中央的立法委员 来帮我们做一个协调 那我们希望尽数来把这个 机车烤灶的这个合法场地 来把它做一个部件完成 那因为敏讯这边之前 驾照已经是十几年前考了 所以现在十几年前 跟现在的这个烤灶的这个 整个场地的规则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那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围请这个 监体站来给我们指导 那希望说可以有监体站 来帮我们划设这个合法合格 现在目前最标准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场地 然后让我们这些比较 那青年朋友们正在考照 或是说久没有考 想要重新再考照的这些朋友们 有这个机车驾照需求的朋友们 可以有一个合适 合法又安全的一个练习 那我希望有一个像 我们暖暖敏讯啊 林敏讯议员讲的 没错 因为我们要给民众一个安全 然后正确 然后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个练习场 甚至可以下降考照 因为我们金融市的监体站是在北五堵那边 那因为货货 北五堵六堵那边货柜车很多 对我们民众来讲去那边考试真的很危险 我们以前啊 以前以后啊 我跟议员都是以前以后 然后带了五十几个人去那边考试 我觉得这是很不妥当的一件事 我希望还是要按照以前的模式 他只要公里数够的话 他就可以下降考照 如万里 金山那个都是下降考照的 我们下降考照一场下来就是四百多个 我希望这才是便民爱民 本身拥有汽车驾驶教练资格的市议员郭美秀表示 民国九十三年开始就和丈夫已故市议员杨石成 在中山区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 多年来协助四千多人考上机车驾照 现在也很高兴包括林敏轩以及韩世玉两位议员共同响应支持 分别在暖暖区以及信义区寻找合适地点 并且希望可以请来监理站指导画设正式机车考照练习场地 帮助更多需要考取机车驾照的民众 更希望能够借由运用像是港务局等公家单位闲置土地来设置 也能够维持环境整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正宾国校因为校园内家长接送区的空间狭窄 人车混杂 车辆也造成降风街回堵严重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争取校门口设置接送空间 预计四月可以完工 希望舒缓上下课交通堵塞的问题 上课时间一到正宾国小大门口仿佛成了回车场 在老师引导下车辆倒车回转再出校门 这地方我们的回转半年其实很小 那大车小车同时接触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校内 老师就要像交通警察一样 随时在指挥交通 然后像我们的大车要倒车的时候 其实他看不到后面的摩托车 都要靠我们的老师去掌控摩托车 接送孩子不方便 校园外车辆路边停车 让孩子下车 也常常造成祥峰街交通回堵 这边会一路回堵到立德路上面 因为那个时间立德路也会有二星上去 对 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这个红绿灯很短 所以加上他进去在那边回转 然后这车会塞在这边 他就变成车子上不来 然后那边就一直堵到祥峰街 正名国小校门口因为停等空间不足 每到上下学造成交通拥挤 司议员张浩瀚两年前积极寻求改善 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在校门口设置回转道和通学步道 希望解决家长接送的乱象 过去正名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其实非常的一个不方便 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 那家长在接送 其实因为堂地的一个失滑 所以十分的一个危险 那另外因为这个停等区的不足 也容易导致小峰街交通涌灾的一个情形 那我想从两年前 浩然就与我们当时的王春可校长 以及现任的一个王培兰校长 共同来做一个讨论 就是希望说尋找一个方式 来改正整个正名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那终于再经过两年的一个努力 向招育处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 那到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一个施工 那现在工程预计在四月底前 能够顺利的一个完成 那相信这个新的入口意向 一旦完成了之后 可以符合我们对于人本计划的一个要求 让我们的一个家长 对学生的一个接送 能够更加的一个安全 那另外也可以来改善我们小峰街 尤其在上下课时期 那交通长期拥塞的一个问题 那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可以给我们安兰桥的一个居民 那带来更加便捷的一个生活空间 好我们非常感谢益作 张益作来帮我们支持 还有教育处 教育处支持这一个方案 让我们的小朋友更安全的一个通学步道 那您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是 以后它是一个回转的空间 那家长的车到这边以后 就直接回转右转左转 那他这样的话就不会像在里面 要回转空间的时候它非常危险 那您看到那边有一个楼梯步道 那楼梯步道以后还是有一个雨车 那家长把我们的小朋友放下来之后 小朋友就是走那个楼梯步道 顺着这条路直接就走进学校 那日后这个情况之后 就不会有车子再进入学校 那学校就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也是对家长 是最方便的一个场所 你想要交通啊 因为都停在并排 有时候摩托车就是很混乱 有时候学校也不能进去回转 所以做这个回转道 让我们的交通非常的改善 目前工程已经在收尾阶段 未来规划 家长把小朋友放下车之后 可以直接上楼梯进到校园 避免车辆进入学校 人车分流 学童行走更安全 记者黄沙明基隆报导 2023基隆市大枫堂艺术研究会 会员连展大枫流运 在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登场 展出了佛画 书法 雅实等58件作品 呈现张大千在中国古典绘画的生命力 欢迎爱好一晚的朋友千万观赏 农袋墨勾勒出逼争的公笔花鸟 充满禅意的书法 引刃陆盛的雅实 每一件作品耐人寻味 展现大枫美学 大枫流运 流是流下来的流 大枫堂是大千先生 他取名的一个大枫堂 然后他已经宣誓多年了 所以我们他唯一留在这个市上 留这个韵味 大枫流运 那我们当晚辈的继续传承 在极乐寺中门馆举办的 大枫堂艺术研究会会员连展 老师们带来精湛的作品 吸引艺文爱好者足足欣赏 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现任理事长陈丽雪 致赠莲花大事作品 给中门馆典 同时欢迎爱好艺文的朋友 历龄欣赏 作品非常的精彩 他们主要是研究 张大千的一个艺术文化 五十八件的作品 包括书法 国画 钻科以及雅石 山水花鸟都有展出的作品非常多元 而且都是老师们精心杰作 我们有很多书画界的一些 民师老师们的画作展览都在我们这边来展览 希望各位好朋友 喜欢书画界的好朋友能够多多来欣赏 这一档大风流运展 即日起到4月29号为止 欢迎各界一起来欣赏 启发成心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4频道 欢迎新市政 做回来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 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 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 可以一画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图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2.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 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或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要查证 中佳琪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 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 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 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 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 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 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 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疾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